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EASY EASY 今天來到又是買點心 為何拿完點心才出來說 因為剛才沒電了 我們身處的位置是在Finch & Warden 這個叫做Bidal Wood Mall 餐館名稱叫做漁港灣 剛才打電話來點心的時候 姐姐就很忙很忙很忙 看到我電話也不需要說 名字也不需要說就收線了 拿了點心 幸好經理剛才的態度也不錯 比男經理還好 另外想說什麼呢 現金現金是現在有八七折的特位 剛才打電話來的時候 我問了姐姐是否八七折給現金 然後姐姐就說 即是不用給水了 她這樣說 我們回去看看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因為她們真的很忙很忙很忙 在漁港灣買了點心 總共是33.5元 為大家說一說我們今天買了些什麼 魚子乾煎燒賣 水蒸蝦餃黃 山竹牛肉球 潮州粉果 鴛鴦臘腸卷 鮮蝦腐皮卷 還有素鵝 未試點心之前我想說一說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間餐館是我第一次看到 用這種透明膠盒去裝點心 試一下這個燒賣 一下是有四粒 尺寸也很大隻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餡料也很豐富 因為我會見到這個有冬菇 這個有蝦 而且它捏起來那個燒賣也不會很實 看起來也挺有食用 我就儘管試一下這個 正如剛才所說的餡料是很豐富的 我剛才咬了一大隻蝦 還有呢 我就算看回現在 裡面呢 還有一些蝦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有兩三隻 還有這個皮 還是要蓋起來 味道也是很好 燒賣皮 是軟熟的 這個也好吃 補充一句 剛才我吃過燒賣 它裡面的蝦很爽 但是豬肉就有少少筋 咬起來也有點難度 試一下這個蝦餃 看起來也很漂亮 就是一般蝦餃 有少少筋 反正煮開了皮 也看看餡料 也是一般的蝦 好 試一下 好 試一下 爽滑的程度 先 蝦是爽的 好 試一下 皮呢 也是 OK 也是 嚥韌的 看起來 看這個樣子 其實皮也做得 OK薄 因為 也隱約看到蝦的顏色 潮州粉果一客有三隻 未吃之前 看它的樣子 已經 覺得很滿意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它的皮很薄 裡面的餡料 是 看得很清楚 我覺得 好 夾過來 給大家看 看 看 很多時候的網友都會留言問我 是不是很喜歡吃蝦州粉果 蝦餅 蝦餃燒賣 因為它留意到我們經常去買幾個點心 我在這裏掛給大家聽 是 我真的很喜歡吃潮州粉果 特別是一些 好像這個 它的餡料很平均 不是很多肉碎 有很多沙角 有韭菜 又有花生 我好像吃到一粒冬菇 這粒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缺貨 很滑 可以加一點 可以加一點 辣椒 更淺風味 這個調子粉果 很滿意 好吃 生竹牛肉是沒有生竹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缺貨 所以用了豆苗來代替 都很有創意 第一次見都用豆苗做牛肉墊底 一客裏有四隻 尺寸方面也不錯 如果一客裏有四隻的話 再看回形態 也是有些粒粒粒 之前我也有提及過 關於狗肉的外形 在這裏又不太多說了 先試一下 咬下去 吃到很香的果皮味 還有咬到有馬蹄 很爽 還有它的肉 是我喜歡的那款 即是說它是鬆鬆的 不會很軟 是有彈性 我都覺得蠻好吃 還有它是有些芫荽很香 就算不蘸醬汁 味道也是好 還有它的肉身 本身的肉 都是調味調得剛剛好 嗯好吃 好 素鵝的外形都做得很漂亮 還有它煎出來 表皮的顏色都很漂亮 以前我們糖食的時候 即是說疫情之前 都有整天叫這個素鵝 看看它有沒有保持到它的水準 先看看 讓大家看看 它也摺得很厚 它也摺得很厚 它也會不會比較清晰 和以前我們吃的味道差不多 味道是有的 味道是適中的 好吃 腐皮摺到這麼厚 口感很豐富 臘腸卷一下子有兩條 這個說的是鴛鴦臘腸卷 有滋腸和臘腸 沒錯 其實臘腸卷也沒什麼特別可以說 為什麼呢 臘腸也未必是他餐館自己做的 但也說說味道 味道是不錯的 即是我說的那個鴨腸和臘腸 麵包是軟熟 整個組合都很好吃 臘腸和滋腸又不太鹹 大致上這樣 臘腸卷也屬於懷舊點心 而我們的網友有部分都說想我們去找一些懷舊點心去介紹一下 所以今天就叫了這個 還有我想叫另外一個 其實不是想的 是已經叫了 那個是蓮蓉西米布甸 不是很多餐館都有 但很可惜 它如廣灣的點心只有 但當我打電話去問阿姐 阿姐就說沒有 那也沒辦法 在這裡順帶提一句 如果有任何網友知道有任何餐館 有任何懷舊點心 請你在我們的短片裏留言 那我們也去找一找 供一供 鮮蝦褲皮捲一刻有三條 那我就要剪開它 在這裡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買回來一段時間 剛才我剪下去也聽到一些聲音 都是不脆的聲音 並不代表它本身的質量 那看回那個餡 那看下去呢 我只看到很多綠色 我相信是西芹 蝦就真的看不到 暫時 試試看看會不會有 雖然呢 蝦皮不是說很軟 還有一點點 輕輕脆脆的 但它相當聰明 是用了西芹 所以咬下去很爽 都是爽爽的聲音 但蝦方面 它這個名叫做蝦皮 鮮蝦褲皮卷 但蝦呢 就似乎是少了些了 我剛才咬的一口是咬不到 會不會叫做西芹褲皮卷會好一點呢 整體來說 魚果彎的點心質素 都是保持到水準 跟我們疫情之前 光顧是差不多 在這裏想順帶提一提 疫情之前我們光顧它糖吃的時候 是沒有那個蝦蠟蕩 但是現在呢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它的蝦蠟蕩開了多久 反正現在就有在 還有呢 蝦蠟蕩的負責人 浩哥是相當好人 他的服務 客戶服務 是做得很好 所以我都會打算 下一次會試一下他們的蝦蠟 或者是 大家朋友 想我試些什麼 在我們短片留言 等我去幫請一下它 喜歡吃點心的朋友 請你給個like我們 還有去魚港灣幫助一下 支持本地的食肆 喜歡這條短片的 請你subscribe和share 給你的朋友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